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由民間集會團隊舉辦的天下制裁集會 在下午時份遭到警察腰斬 剛好團隊的召集人劉詠康宣布 在下午時份已經有15萬市民參與集會 他指出 若不是警察無故腰斬集會 相信集會的人數會有更多 而在宣布腰斬集會期間 發生了一宗小插曲 有幾名不肯出示委任證 即是無證的便衣警員 遇上了私了 原來在下午4點多時 有一名沒有配戴委任證的便衣警察 突然要求主辦單位腰斬集會 他不肯出示委任證 被現場鼓掃的群眾是貂雜物推撞和圍偶 頭部受傷流血 地上還留有一塊磚頭 而根據恒生大學編輯委員會 他們所拍的片段 同時還有另外三名無證便衣警察在場 這三個人連同一名指揮官 落荒而逃走到長江中心的外面 但發現玻璃門鎖上了 於是被人圍攻 打到頭破血流 長江中心為何會鎖了門 很明顯是因為今天是星期日 沒有人辦公 而且又有公眾活動 鎖上大門也是十分正常的 千萬不要想去為難別人 根據另一篇報道 他提到那名不肯出示威任證的便衣警員 遭到屍尿的期間 在旁邊有一名僑莊示威者 跑出來大喊不要打 並且護送該名的無證便衣警 逃跑到長江中心的外面 然後這名僑莊示威者 也同時遭受到屍尿 即是告訴別人 根本上那些大喊不要打 或者會失民意 基本上都是他們自己人 一般市民或示威者 只有誰行互送警察離開 你們這些傢伙出糧 你警察不能保護市民 還要那些市民互送你 有沒有人這麼愚蠢地做 好了 原來後來警察建立了防線以後 該名僑莊示威者表明了身份 根本上護送他 這個無證便衣警離開的 喬莊示威者都是警察 一群人一起 其實就是以一個便衣警員的身份 就在集會現場 合三合四視察現場的環境 只不過遇上了屍尿 其實這件事又牽涉到邏輯的問題 到底是那些不肯出示委任證 或者沒有佩戴委任證的自稱便衣警員 市民應不應該視他為警察呢 根本上是難以辨認的 如果他作著一些防暴制服 或者軍裝制服的 尚且可以說得過去 對不對 你這些穿著便衣的 根本上你就是要跟市民混為在一起 跟示威者混為在一起 所以難以確認得到你是警察 或者不是警察 當你這一名無證便衣警員 突然之間要求主辦單位 去腰斬集會的時候 其實主辦單位 絕對他有責任進行Fact Check 即是求證 要求你出示委任證是很正常的 不是阿茂仇走上台 就跟他說 拜託你腰斬集會 我是警察 信他好不信他好 如果你是藍絲假扮 或者是冒警 或者是傻子冒警怎麼辦 所以你是有責任出示委任證 他要求證 那是主辦單位是他要 即是揹飛的 難道每個傻子走上去腰斬 他就照宣佈了 這樣的話 他就是不負責任了 現在反而他要求你出示委任證 才是負上他的責任 而且你這些人 到底是否武警又沒有人知道 大家記得在屯門 那個警署外邊 一百米外 就發生了一宗 武警行劫案件 一名的老翁 就遭到這些武警的匪徒 劫去了二十多萬的現金 到底市民有所防備 是不是很應份 都不知道你是否 不知道你是否的時候 當然是當你不是 這是很正常的 這是邏輯問題 沒理由阿茂秀走過來 走過來說 我是警察 就當你是 你是不是當市民低B 下次人家被打劫你 是不是賠錢給人呢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即時再次引證到一件事 就是他們經常在車天車地記者會所說 相應和合適的武力 完全就是謊言 你根本上警察成功鎮壓那些示威者 就是全靠不對等的武力 大家看到今天這件事 三名的無政變衣警落單的時候 落方而討 這次是對等武力 大家赤手空拳 拳頭對拳頭 在沒有任何裝備的情況下 你也是中路難犯 所以你根本上 就是全靠不對等的武力 這就是你警察唯一對付示威者 或者市民的優勢 就不是你有什麼巴士幣 所以你搞清楚一件事 你香港警察唯一所可以倚重的 就是你手上那些武器 包括警棍 胡椒噴霧 警槍 催淚彈 海綿彈 水炮車 裝甲車 你只是靠這些東西 不是靠你自身有什麼本事 那麼威水 沒有東西值得引以為傲 你只是靠這些武器來對付市民 人家最厲害 沒有了 你們什麼都沒有 就是靠這些東西 搞清楚搞錯 不要以為他們英明神武 那些人是白痴的 好了 今次這個集會 又是遭到警察腰斬 首先我想說一下 到底腰斬集會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看到網上有些人說 警察腰斬集會 特意放幾個人進去 做理 然後就搞到集會腰斬了 這種說法是搞錯了時序 為什麼呢 實請這幾個無證的便衣警員 他本身進去就是要通知主辦單位 你的集會要遭到腰斬了 就是警察一早就決定了 這個集會是腰斬了 在未發生這宗私了的事件之前 所以時序方面要搞清楚 不要當作歸咎於這一班示威者 我不同意 因為你的時序是不對的 警察本來就已經決定要腰斬了 警察是 另外一件事就反映你 所謂的不反對通知書已經是名存實亡 警察完全不尊重你自己所批給的文件 時間是下午2點到晚上10點 下午4點多時就叫人收皮 上次元旦遊行也是這樣 叫民陣提早來腰斬 既然自己不遵守規定時 你發這個通知書有什麼作用呢 你說是不是名存實亡呢 你也不尊重批給的文件 這次又繼續濫捕濫打的市民 最離譜的事件 竟然包圍了藍廁 有五六十名防暴警員 駐守遮打花園內的藍廁 逐隔次隔離搜查 然後要求記者退後 把封鎖線封到四五十米以外 令到在場的傳媒難以拍攝得到 有現場消息說 最終有一名黑色衣服的少年 被追捕到藍廁 經過了一小時的扣查 以後就上了手扣帶來藍廁 帶回警署 你真是想怎樣啊 剛剛啊 這樣為主的藍廁 逐格搜查又這樣又那樣 然後把封鎖線封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你是想別人拍不到而已 拍了幾十米以外 如何放大都蒙茶茶 你真是想怎樣啊 還有 有一些失控的警員 就衝進了中環地鐵站裡 有一名參與集會的人士 在離開的時候 不小心把手上的輝春 掉到整地 被那些防暴警察大聲呼喝 就說撿回垃圾 垃圾 即是罵那個示威者是垃圾 然後譚海邦區議員在場 由於看不過眼 那些警察無理取鬧 就上前理論 要求警察冷靜 誰不知那些警察又罵他一份 就說區議員教人掉垃圾 有他啦 多事啊你 即是說這些廢話 還有的就是 這個許智峰議員 就遭受到警察的侮辱和威樂 有些防暴警察拿麥克風 就越過了防線 插嘴兼打斷他的同袍發言 就罵許智峰是什麽身份 當然 而且是一個頭控控的 即是想製造一些挑釁的畫面出來 到底這些警察是否吃錯藥呢 到底要不要檢查一下他們的心理質素 適不適宜你執勤呢 情緒的波幅竟然可以大到這樣 好了 今次就有15萬人集會 當然只有兩個多小時而已 因為本來是下午2點到晚上10點 只不過是下午4點多鐘腰斬了 其實有15萬人就很多了 再次證明到一件事 民意是毫無減退的 可能有一些激進示威活動 發生的頻率有所下降 但是大家看得到 屢次的遊行集會的人數 都保持著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雖然屢次遭受打壓 但是也無損市民參加遊行集會的熱情 即是反映得到市民非常堅持 不肯放棄 我想這個氣勢最少會延續到 9月的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甚至乎是更長的 所以大家只要堅持下去 才會見到希望的 好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